因为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 被当局逮捕审判的广州三君子 维权律师唐金龄 维权人士袁兴廷和王清盈 他们今天被广州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了两年半到五年不等的徒刑 其中唐金龄被判五年 袁兴廷三年半 王清盈两年半徒刑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唐金龄的辩护律师 燕兴律师来说明今天的情况 以及对审判的看法 燕兴律师您好 您好 是 先跟我们谈一谈 今天早上九点半的宣判 在法庭上 唐律师他们三个人 有没有做任何的发言 这个宣判的情况是如何 唐律师有发言 其他两个人基本上没有发言 请问唐律师说了些什么呢 因为宣判以后进入一个程序 就是好像会询问 三位走路的被告人 他们对这个判决的态度 是否会提起上诉 所以唐律师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他的意见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政权制之下的法庭 他是不准备上诉的 但是他会助助于向人民和上帝上诉 是 燕兴律师我们知道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 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依法是可以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么唐金龄律师他被判了五年 您认为这代表了什么 您对于今天的判决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作为律师的话 我认为唐金龄他们三个人 所从事的这些行为 即便是依照现有的法律来说 也并不构成犯罪 而只是对于言论出版等 一些基本人权的践行 他们所从事的非暴力不合作 无论是理念的推行 还是具体的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 无非是为了在这个时代 推动整个中国国家和社会 有一个和平的转型 所以我认为这种判罪 显然是一种政治迫害行为 是 那么燕兴律师您同意 唐金龄律师的这个 他的态度就是不继续上诉了 您对他的态度 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尊重他的态度 我尊重他的态度 因为他是有一个更开阔的视角 然后更省深的认知 来对待这样的一个司法体系 所以说他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体系的 整个司法体系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的蔑视 所以他的选择 我是表示尊重 是 另外燕兴律师 我们知道除了今天在庭上 您听到了唐律师 他的一些说辞之外 我们知道在昨天星期四 您也见到了唐金龄律师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情况是如何 对于这个判决 他目前身体状况是挺好 因为我去见他的时候 星期四见他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互见的过程当中 很少去探讨案件本身的问题 因为案件本身的事实 是相当清楚的 而且也是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 也都是很公开的 所以唐律师一般也就是 探讨一下他自己个人的理念 然后对当前的一个形式 做一些 我们之间做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的会见 基本上不会涉及到案件本身 他的个人的预想 或者说个人的判断 或者看法的问题 所以我星期四去会见的时候 唐宁明先生也没有说 对今天的判决 他自己有所期待 或者有所考虑 所以他始终是一种 很超然的 从容的态度 来面对今天的宣判 是 燕心律师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唐律师从2014年的5月份 遭到当局拘捕之后 到现在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今天如果判刑5年 他不再上诉的话 是不是他就必须服满 剩下的刑期呢 对 理论上是这样 因为他不上诉的话 本身是就没有一个减刑的机会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 对现有状况的了解 即便是他上诉的话 减刑的机会 也只是理论上的 所以他的上诉与否 本身不会对他的刑期 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他这种不上诉的 一种姿态 反而是可以体现出 他对当权者 或者说他对整个体制的 一个更加决绝的态度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唐精玲律师的辩护律师 艳新律师 秋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谢谢您